逝逢上海国际电影节 陈海哥、林超然、程宇和韩寒等多位导演 这日齐齐衍生一个新片发布会 他们分别介绍自己执导的作品 而同场最忠目的嘉宾 当然是压续出场的周润发和袁永仪 而发嫂陈汇廉也有惊喜衍生 爱妻号的发哥 还好体贴地到台边接发嫂上台合照 结婚三十多年依然恩爱非常 真是令人羡慕的 发哥在新片中一改以往霸气形象 饰演颓废的中年大叔 他也有跟大家解构这个角色 帮到很多人也会这样 只是来着明天 淘宝库 吸收新鲜的空气 找维持 将来是美好的 有没有什么要给这些 也正在迷茫期的人给一些建议呢? 我想最主要是先把自己的目标定好 然后做一点运动的心情 其实有一个好处 然后慢慢地融到社会的脱颜 应该找到自己的内心方向是很容易的 要不要做心情 要慢慢的 找到人心的方向 对 靓靓这次饰演发哥的前女友 在戏中和发哥一起抚养患有自闭症的儿子 说到今次有机会出演这个角色 靓靓都说过足气印了 我觉得这个戏的剧本很好 就是除了我跟发哥有感情戏以外 就是写我跟儿子之间的那种感情 很到了心里面 就是每一次我想起 跟儿子分开的那个画面 我就忍不住 然后在拍的时候 我觉得我好像每天都在谈恋爱 就好开心 就是怎么幸福怎么等 都没关系 就说你周太太在旁边也没关系 就说你周太太在旁边也没关系 我说不是跟周太太没关系 哦哦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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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因为周太太会每天都会煮饭煲汤 你说是不是把你的胃弄好 就是谈恋爱的最好 就是就是胜出这个胃 其实就是一个幸福的空间 对 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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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感谢观看